好,今天谢谢大家就是参加这个会议,那我想我们不要耽误大家太多时间,就是也那个冰方也是晚上的时间,所以想说就把场子交给冰方好的,谢谢Jazz,那我就直接开始了,那直接开始了,好的,很高兴今天能够和大家一起 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session,然后我是会介绍一下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开源的这样的一套技术软件,希望能够和台湾的朋友们做一个交流,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大家来咨询我们,我们就废话不说开始了,先介绍一下我自己,这是我的一个linkin的一个链接,我是Aluxo这家创业公司的VP of open source,然后也是Aluxo这个开源系统的PMC co-chair,以及是Presto这个开源系统, 这种的TSC和Committer,底下是我的email,然后我在加入Aluxo之前呢是在谷歌,然后加入谷歌之前呢是在 Carnagy Mellon做相关的这个分布式系统啊,分布式存储系统这一块的一些研究工作,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然后我们的公司也是叫同样的名字,最早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在UC Berkeley的 一个research项目,也是在UC Berkeley AMP Lab,如果大家对这个比如说Spark这种比较有了解的话,就知道它也是同一个lab里面 孵化出来的,当时的我们的PhD,当时还是这个lab里的PhD,学生叫做浩元李,我们都喊他HY,现在呢是我们这个项目的 Founder,他是这个Founder和CEO,我们呢这个项目本身是开源项目,但是它是被 现在有个公司也是同样的名字,这公司呢我们拿到了 包括像Andreason Harwood在内的顶级的风险投资,超过7000万美元 这样的一个融资,去年的时候我们的Series C,C论融资是5000万美元 是去年announced,然后现在呢你如果是在比如说Facebook啊,Uber啊,或者 Microsoft,Tincent,TikTok等等,这样的一些公司的,它的生产当中都已经使用了 我们这样一套分布式的技术,我们因为是一套开源的一套软件,所以呢在 2013年的时候就开源那套软件,我们在Github上有超过1200个 contributor,去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统计,超过40%的commits 在Github上面呢,都是由我们的开源贡献者贡献的,2021年的时候 有一个Google和OpenSSF做的一个统计里面,我们是排在了所有 Java-based Open Source Project里面排第九,我先 Time travel一下到2015年,如果回头看一下的话,2015年的时候 这个项目还是一个,大家是看不见我的,是不是看不见我的 这个slides,可以OKOK,那就没问题,2015年的时候 这个项目还在叫做Tech Count,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 U.C. Berkeley的AMP Lab Retreat上面,这些 这个slides在介绍当时的一些情况,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说 我其实想说,在当时这个环境里面的话,大数据这套,整个一套 战,包括Hadoop这样的一些技术,其实还是在一个早期 蓬勃发展的一个阶段,所以解决的问题呢,很多是在 当时的技术条件底下,碰到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比如说是在 Spark里面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时候的Spark 其实是被很多人批评是因为它是一个使用内存 集中使用内存的这样一个内存计算系统 然后呢,在这里面的话,就会有很多RDD的存储的问题 如果是说你的内存比较紧缺,同时呢 你又有比较多的任务去使用同样的RDD,那会导致 同样的数据占用了不同的多份,多个不同的版本的这种 这种Spark任务里面,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所以在当时的情况底下的话,TaiCon,因为我们当时还叫TaiCon TaiCon被提出来是为了能够集中式的去使用像RDD这样的一些内存状态 然后不让它就是过分的使用内存资源 这是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很多 因为在同一个实验室里边看到的是同样的Spark这样的问题 所以是在这个Spark的ecosystem里面去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 可是我们在2022年今天再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会发现整个Landscape已经是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了 首先是从Hadoop这一块越来越多的场景底下 Hadoop正在像一些云原生Cloud Native 或者是像这个Multiple以及是Hybrid Cloud 这样一个环境底下去演化 从计算的角度来说呢,我们看到了很多其实是 早期的时候就只有MapReduce或者Spark那样的一些最简单的 类似于P处理这样的一些计算的方式计算框架 我们现在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有不同的在细分领域里面 包括像Presto Hive或者是在机器学习里面TensorFlow KaiTorch各种各样的流处理 Flink各种各样的一些在某一个领域里面 Vertical里面它的一个计算框架 针对这个问题的计算框架它会更有效 同时像Spark像这些它也是在过去的演进里面 它会变得更加的成熟 我昨天刚刚从Data and AI Summit 就是以前叫做Spark Summit回来 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innovation 一直是在往前演进 所以最起码就是像这种OM Out of Memory这样的一些错误的话 其实会越来越少发生 从数据的Access Pattern来说 我们看到也很不一样 早期的时候 2078年前的时候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些 对一些非结构化的 unstructured files 这样的一些sequential scan 大块大块的去读这样的一个文件 然后演进到现在很多时候 就是对一个structured 像这种colonate的这样 特别是parquet文件 在SECode场景里面 对parquet文件的这样的一个去读 以及是说在AI场景下看到的是 越来越多的是超量的海量的小文件 这种场景的出现 从数据存储的角度来说 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越来越多的HDFS 是在过去的这种on-premise的环境下 而现在的话 那时候HDFS可能是一个 Defato的industry standard 而今天的话 S3其实是变成了一个标准的文件 或者是数据读入和写出的这样的一个文件的标准 以及在不同的region cross region这样的一些数据的一些获取 一定是越来越常见 因为你实在是非常简便 你就可以在云端开一个account create a bucket 以及是这种同时呢 Legacy的HDFS on-premise的HDFS 很多人同时还继续在使用 除此以外的 像YARN或者是Kubernetes这样的一些计算框架 也是在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换 基本上不会有人再去使用 在新一代的系统里面 使用YARN这样的一些软件了 去做这个资源和数据和任务的一些orchestration 同时呢 会演进到像Kubernetes这样的一些基于container 这样的一些技术 所以我们基本上看到了这样的一些趋势 就稍微总结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从业务的角度来说 越来越多的数据正在每天产生 同时呢 这些因为数据的架构啊 拓谱啊 它可能会被放在不同的 我们称之为data silo 数据孤导里面 因为有这些数据孤导 导致了我们新一代的数据平台 通常就会涉及到 怎么样去做数据的拷贝 以及数据的同步这样的一个问题 同时呢 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 在整个所有的公司 很整个世界吧 很多公司 越来越多的公司 都在转向一个数据 变成一个数据驱动 这样的一种决策 最好的这些公司 像Google啊 像Uber啊 或者像Facebook啊 他们很多 其实都是完全做的一个数据 数据驱动 data driven这样的一个决策过程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 就不同的组 不同的人 他都会需要使用同样的这一批数据 就会导致 我会要使用不同的 就是不同的这些工具啊 就会希望可能会使用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API去调用这些数据 这里面的话就会涉及到很多 implementation 关于怎么样去做整合integration 或者是application 甚至是rewrite 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有很多的compute和storage 这样的一些技术 其实每年都是在不同的演进 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看到 特别是在云场里面 这些cloud provider 他们会比较aggressive的去拥抱这些 新的这些技术 计算技术也好 是存储技术也好 然后会导致有越来越多的一些比较 可能是略显复杂 比如说这种on-premium 或者hybrid cloud 以及是bounty cloud这种环境的存在 因为你需要去拥抱不同的这种计算环境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说 在通常很多时候一个眼镜的一个journey 是从最下方的开始 从最左下方开始 最早的是一套hadoop的一套计算软件站 然后逐渐的可能会开始在第二个region 开始了一个类似的这样一个data center 但是可能会跑不一样的业务 然后因为有云的这种存在 现在上云逐渐的变成了一个主流 所以逐渐的开始又开始研究 我怎么样能够把我的计算或者存储 或者我们的这套数据软件站 expand到云端 然后最后可能会发现 我其实不仅是要一个云 可能是要有一个multi cloud 这样的一个strategy 走多云的这样的一个战略 这就会导致整个data topology极其的复杂 所以这个其实在我们看来 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信号 是说这个market这个市场 其实是想要有这样的一些东西 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呢 第一是要有一个 比如说如果我希望能够跑不同的数据分析 或者AI的这些数据软件的话 它希望能够有一个unification 有一层简单的 这种统一的这种接口就可以去接触到 同时呢如果对于这个数据的这个management 这样的一些很多这样的一些管理 管理这层的话 是能够有一个简单有效的access control 以及是对数据管理 那么这个是对一个organization来说 对一个公司来说的话 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一个事儿 最后呢是一个很多时候 特别是对一些比较大的公司来说 他会要保证我能够运行我的这些代码 今天在这个环境里面 明天呢我们可能是在云上 或者后天呢是在另外一个不同的云上面 最好那个数据的这个stack 是能够保持一致的 所以这些的话是我们看到的很多的 这种infrastructure team 他们所需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保证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呢 我们就提出了一个就是在2022年 在2022年你再来看了 就我们在做一些是什么事儿呢 就跟2015年已经是很不一样了 2015年刚才我也说了很多时候是给spark 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助手 包括给rdd 怎样去做一个集约型的这样数据的一些 呃内存的一些管理 但是我们在今天再来看的话 我们其实做的一件事儿是 呃我们构建了一层新的 在这个数据stack里面 我们构成了新的这一层 这层的上面呢是提供一个桥梁 给不同的这像spark presto Tensorflow Hive Hadoop myproduce啊这样的一些计算工具 在底层呢我们连接的是像s3啊 Asia啊 Hadoop HDFS啊 Minaio啊 或者是在不同的语言上面 对这个呢 其实是我们构建了一层新的数 你可以称之为数据接入层 或者是数据抽象层 那么回到之前那个比较复杂的 topology 底下 我们可以实现的是说 在每一个环境底下 我们都使用同样的这一层数据接入层 数据抽象层 使得它可以不要在呃用户 或者是application 不用去关心我到底底下的数据 是在什么地方 我是在什么环境底下去跑 我看到的是一个逻辑上的一个数据的抽象 具体我去拿这个数据逻辑抽象的时候呢 由我们这一层去负责 帮他把这个数据运到他所需要的地方 可能在i3上面 可能或是在一个不同的HDFS上面 但是总之呢 呃我们会去帮他做这个事儿 不用用户去显示去做这样的一些管理 以及呃如果这个数据 它其实可能经常会被使用的话 也不需要去反复的每一次都去数据上 数据员那里去拿啊 大家可能会听明白的这地方 我们说的就是一个caching这样的一个功能 可以把这些呃 一个是一个统一的数据抽象 一个是对这个数据的一层caching 这两个加起来呢 就可以保证哪怕我的数据 首先我可以跑在不同地方 第二呢 哪怕这个数据是在不同的地方 呃它的远端 或者是在不同的地方 我也可以保证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有效的被去使用 而不用担心我反复的去网络里面去拿 呃所以在20 呃这个是我们呃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啊 我们2014年的时候 从这个 UC Berkeley的AMP Lab开源出来了以后呢 现在已经有两千一千两百个contributors 在github上面啊 超过9000个slack的community member 啊然后包括我们的下载量啊什么都是非常的好 呃 从innet到这个比如说e-commerce再到呃比如说financial啊或者teleco啊这些不同的品牌啊不管是在中国啊或者是在欧美啊其实或者是在亚太啊这块其实都是有很大的一个caverage我们的这样一个开源技术 所以我这里就可能稍微给一下一个case study希望大家能够呃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别人是怎么去用我们这样的一个开源技术那这个呢其实是在美国的一家呃最顶级的做这个online travel booking的这样的一个platform 啊他的问题呢是在由于这是一个集团这是一个公司集团他有很多很多的子品牌很多子品牌其实是后来收购因为收购进入了这个集团 然后呢他们也一直是保持着有自己的一个technical stack在运行 这就导致了其实呃大家可能是在s3上面哦不是在aws上面可能是在不同的region里面有一套自己的一套玩法 那随着这个集团他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centralized的这样的一种或者说是一个比较efficient的这样的一个control 啊他希望能够有一个比如说打个比方对于data scientist来说他希望能够有一有一个region 啊大家都是把这个query提交到那一个region里面去他有个gateway啊有这样的一层封装啊但是呢底层数据他可能其实是在不同的region里面的 因为这是从不同的其他的子品牌的这个自己的techstock里面来的 在没有使用aluxo之前呢他们就需要去manually的把这个数据一点点的拷贝过去 然后呢这里面就第一是存在一个delay第二是有呃就是copy这个是本身是耗费资源包括这个钱上面的一个这个这样的一个cost 啊第三呢就是说因为你很多时候对于用户来说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去呃query的这个数据他是是不是up to date的 啊所以就会导致你可能在某一个在我们这个比如us east one这样一个region里面去跑 他是一个呃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呢你去跑到其他的region里面再去跑一遍的话他可能看到是一个不一样的 叫做inconsistent这样的一个结果啊所以这个的话就对于用户来说他是不可以接受的或者是会带来很大的一些困扰 那么在使用aluxo之后呢他的一个好处是说哎对于我在us east这块的如果是说你要对接到远端的数据中心里的这个数据的话我就通过aluxo去拿 如果aluxo通过了给这些大数据的这些软件呢看起来是一个逻辑上的一个文件系统 对吧然后能够保证你可以设置他对consistency的一个要求我这个数据能够有多consistent 然后失效了以后怎么去弄啊就是怎么样去把这个数据重新给拉过来如果是没有失效的话就是在这里面做一些caching 使得他们可以50%的节省了他们的cost per query以及大量的这种运维的这样的一些开销啊这样的话他们的整个系统就会变得非常的简单啊这个系统 这套系统其实是在这里已经运行了差不多快呃接近一年了然后他们对我们这个效果是非常的满意 这一家公司是另外一个案例了叫eaa呃就是电子异界如果大家是打fifa足球的话呃这个可能应该会有了解就我是fifa足球的一个中师的一个粉丝呃他们在这块的话其实也是遇到了一个同样的一个问题是说我有很多数据在i3上面 然后我同时我在我的public cloud里面怎么去process我们的i3里面的数据呃可是有一个问题是在于我他们其实是想要有一个比较fine green的一个control 所以他们本来呢是通过emr在云端的建立一个呃比如说是一个hdfs这样的一个cluster呃但hdfs cluster本身它没有elasticity导致了在game season的时候我的数据量可能会比较大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做手动的扩容然后game season之后呢呃launch season之后呢我又不需要这么多数据我就可能要做一些缩容这个事情在hdf 用hdfs来实现的话会非常的麻烦呃最后呢我们就是就是说他们就说哎那我们就是使用我们presto 来query这个aluxio然后背后呢是对接的s3通过这种方式来做所以他们其实写了一篇whide paper发在了blog上面你可以看一下啊 所以这个的话就给大家一个rough idea呃你通过我们这样一层数据接入层和数据虚拟层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些事情 ok下面呢我稍微说一下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user journey啊example journey 一个typical的一个customer呢他们通常呢其实是说呃在自己的一个自由的一个on-premium data warehouse里边 他首先呢是说哎我想要把我的hdfs迁移到hdfs的数据逐渐的迁移到可能更cost effective的object store里面去 迁移了一部分的以后呢他就发现哎好像这个数据用起来更慢了因为object store他并没有一个数据的locality这样的一个提供一般来说是没有的啊 不像hdfs他如果你跟yarn去配合使用的话他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locality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可能他就是希望能够哎同时能够拿到类似于hdfs这样的一个速度啊同时还背后使用object store 那么他有可能就会先使用一套hdfs呃和object store之上呢加上这样一层aloxo这样的数据抽象以及是caching的功能啊掩盖他其实是从object store去拿带来的数据性能的损失 但是同时呢还可以就是说同时访问两边的数据啊随着他这个数据可能越来越多的被object store里面去放到了object store里面 那么同时就是使用presto啊spark啊这种mapproduce啊这样的一些处理呃能够matching他从啊aloxo里面去啊aloxo能够matching他们从hdfs里面拿数据这样的一个performance 然后最后呢下一步呢就是说他们可能会开始考察如何能够把这个hdfs逐渐的一部分一部分的放到呃比如说里面的数据放到跟云上面就混合去使用啊或者是说运运行在云端去运行这个呃computation啊同时拿的hdfs的数据啊呃以及是最后是说我怎么样能够同时拥抱不同的呃public cloud provider provider因为这里面很多时候是有一个定价的一个优势在里面你同时可以跟不同的cloud provider去做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呃常见的至少我在这个美国在sidic valley这边会非常常见的一条呃眼睛的一条路线对于他们data data infrastructure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一个比如说我们可能看到的一种情况就是说哎在底下啊其实运行的是一个在自己的这个底下这个box里面其实是一个自己的数据中 啊它运行的是aluxio然后呢底下呢其实是放一些呃像cloudian啊类似这样的一些object store同时呢在上面在云端上面的话它其实也是用使用这样一层呃数据的一层抽象然后同时可以在上面跑emr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不同的数据数据的application啊所以这几个加起来的话就可以把这个数据抽象层给作为一层呃很好的一层屏蔽 使得你的这个性能上面的屏蔽以及是说对这个数据地址的这个依赖的这样的一个屏蔽 呃我下面说的可能会稍微偏一些technical deep dive 呃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实现啊什么的就是我可能会稍微说的快一些 呃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从实现上面来说的话我们其实主要是分分成两块 呃一个叫做原数据是放在我们的master节点里面 一个呢是叫做数据的服务放在我们的worker节点里面呃呃原数据服务所以这块的话原数据我们也是有自己的原数据服务通过并且通过像raft这样的一些协议能够在不同的master之间是实现一个consensors啊对于不同的worker来说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worker形成是认为是一个呃一个distributed的一个这样的一种caching service能够把这个storage能够把热的数据store到这个caching service里面去 而且它是针对的是这里我说一下它是跟比如说像memcastd啊或者radis不一样 它针对的是这种大的文件呃可以是比如上tb啊上gb啊这种文件这种量级大小的量级呃那么先看一下worker这一块它其实是内部的有这个terian这样一些概念使得你的数据热数据的话就可以放到比如说比较快速的这个media里面去像ram disk 然后没有那么热的数据呢放到sd然后比如说比较冷的数据放到hard disk里面去同时呢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呃这些object store呢就是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object store里面的数据变得更靠近啊因为你数据其实数据的原始数据还是在object store里面这个我不会去改也不用去改啊但是呢我会因为你去使用某一个文件或者是某一个文件的某一块特别的频繁 而把这些数据放到靠近这个数据的data consumer这一段啊这个的话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的呃能够给数据数据locality带来的一个便利第二块呢是在原数据啊metadata的这一块我们其实呢在我刚才也提到了在我们的master节点提供了一套原数据服务这个原数据服务呢就是让aloxio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呃 从用户的角度来看到的你就是一个logical的一个hdflogical的一个file system啊你可以使用比如说像hdfs这样的一些api去访问这样的一个file system那么在这个原数据上面的话我们本身也是有面临了很多挑战啊其中那个挑战就是说因为我们的source of truth是放在比如说我们的底层群处里面比如说放在object store里面那如果有人对这些文件进行了改动的话我们这里就是有一定的就是说根据用户你可以设定一下你是要什么样级别的一个consistency 一个保证对于每一个目录来说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协同对吧呃你呃最轻量级的就是说我是一个lazy的一个模式一旦这个原数据我被aloxio接收了我就认为这个原数据不会被更改了就永远是相信aloxio里面的这个原数据或者说是我是非常的不相信啊因为这个数据可能经常的频繁的会被绕过aloxio所修改那么我就需要去每次都去底层存储去看一下但这个话开销就会更大或者是in the middle就是你有一个time bounce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看到的比较常见的就是说是呃对于这个呃对通过加上这一层以后你对object store或者你的你的存储就会有更好的一个呃呃原数据的访问一个能力因为有的时候对于特定的原数据操作比如说像rename或者是listing的话其实是object store是有些天然的一些劣势的呃这个的话其实是说比如说看看对 针对像呃像presto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服务的话你可以直接使用我们的一些功能呃使得你的catalog里面哪怕你指向的是一个hdfs的一个地址可是呢我们也通过一定的方式呃可以让他presto可以直接的去访问aloxio就是说通过这个catalog他以为自己是一个hdfs但实际上呢你也知道这个对这个地址我是想要做一个做一层caching的 啊那么可以通过我们这种这是在我们企业版里的功能叫做transparent url你可以去实现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就是不用去更改你的catalog呃最后这里说一下我们常见的几种部署方式啊一种是说我们放在同一个集群里边啊可以是说呃aloxio和worker啊和这个spark比如说这种worker啊他可以collocate在一起在同样的这些instance里面去啊这样的话就可以我们有更进一步的优化使得我们这块 不用走网络而是如果是本地访问的话就是走本地磁盘啊这样的话可以optimize针对io的performance有一层优化还有一种呢我们其实见到的也是很常见的是说哎我的这个luxio呢其实是可以被不同的呃不同的workloads不同的种类去去共享啊去去共享那么我就可以呃把它部署单独部署成一层然后spark oppresso就可以去呃像这个同样的这一层里面去拿着 这个数据这样子的话就算你这个比如说比如说你的presto是一个是一个弹性的elastic的话你之后就没有了但是你spark因为还在去访问或者是有其他presto还是在访问那么这层里的数据他其实还会在这里呃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关于性能关于数据这块的呃其实关于原数据呢我们这块有很多的关于如何构建一个我们把我们称之为一个logical的file system这样的一个概念 啊说到底就是说我们这块其实是一个逻辑上的一个名称空间啊我们针对你的physically存储的这些数据呢我们其实是让他看起来就是在一个logical的file system底下有点类似于在linux底下大家可能会去使用像vfs啊这样的一层这样的一层一层数据一层接口啊在这个在这个virtualfile system里面呢你每一个地址其实是可以对应到一个physical的地址 比如说这个地址其实对应到hdfs然后这个地址呢其实对应在s3啊这些都是可以的而同时呢因为我们其实如果有这个logical的这个decoupling的话还可以做更加advanced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对同一个logical的地址我们就可以让他对应到多个不同的同时对应到多个不同的physical地址然后根据你的这个或者是你的一些policy这个是一个advanced的一个enterprise feature对吧你可以根据你的policy在某一个时间点之前 我是希望他在一个比较稍贵但是可能会更快的storage的physical storage在某一个这个age之后呢可能会放到一个code但是会slower或者是cheaper一些的这个storage里面去对吧但是对用户来说的话我不希望用户看到这个杆用这这层区别看到的是同一个logical的address啊这个就是我们称之为叫policy driven data management啊最后还有一些时间呢我就稍微说一下我们最近的就是在 社区里面看到的很多呃新的一些一些用法其实是围绕着机器学习和machine learning呃我们看到的在传统的机器学习的话不是就是在这个新一代的这种机器学习的特别是deep learning为代表机器学习来说它会有一些针对数据方面的不一样的challenge有很多啊但是对IO这块的challenge的话呃有一些我这里列了一下第一个就是说通常我们看到的是说 会有很多的小文件的存在然后我们最近在聊的呃甚至可能是有上亿个就是一次训练会涉及到上亿个小文件图片这样的一种小文件就是100kb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文件大小呃这样的一个数据集从这个数据集上去做训练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数据本身数据集本身也是一直在呃keep growing在增长它的size在增长呃比如说特别是我们跟一些做self driving car 这样的一些startup去聊的话他们就说他每天都会有新的这种video clip加进来所以这个数据集本身是在增长的呃第三个是它比较unique的地方是在于这些trainning的任务特别是使用gpu之后呢它会是一个highly parallel或者是highly concurrent啊使用上百个或者上千个这样的一个就是concurrency来去要数据去读数据这样的一个这种这种这种 是会和传统的这个data analytics非常不一样的一种workload那么这就是说我们要去handle这样的一些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挑战呃我们看到的就是这块其实是一个比较在社区里面见到的一个比如说我们在这个object store里面说你远程的去拉这个数据的话其实会比较慢很多时候有的人就会去先把这个数据复制到每一台trainning machine上但是这样的话会带来第一是比较慢第二是有这个大量的redundancy第三还要做很多清理的这样工作 第四如果你这个数据级本身是超过了这个一个机器他能够带来的容量那么这个你可能就很难去做了所以我们做的做法是说在这个训练的底下呢部署上每一台机器上trainning machine上面部署上了luxo或者是单独的一层那么这样子的话就只需要那些被用到的数据被cash到这里而且呢一旦这个数据被放到了luxo这层以后呢下一次其他的trainning machine需要的话他就不一定他就不需要再去走原本 这个你放在的这个end storage比如说在optic store里面了而是走一个p2p的这种方式啊导致你的数据可以就是读得更快所以这个的话是我们看到的一个for deep learning的很多的一个效果 我看到这边有一个问题啊我就稍微顺便打一下是呃我们的authentication和authorization的mechanism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呃我们提供的是你可以认为是一个logical的一个file system那么这个file system呢呐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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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呐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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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不同的这种做法 你可以是通过operating system 本身认真的这个用户 这种我们叫做simple 或者是说你可以通过Kerbos Kerbos这块的话 就是一个比较 就是一个enterprise一个feature 可以通过Kerbos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呢 这是我们自己在Alluxo这层里面 提供的一个security model 但是有的时候呢 我们对接的这个系统 它不一定能够直接match 它如果是HDFS 或者是一个其他的系统 它可能是一个直接的match 但如果是一个比如说S3 S3里面就没有directory这个概念 它的directory是一个virtual的 就是虚拟出来的 所以如果它没有这个概念的话 那么你其实是没有在这个上面 对一个directory里面的一些attribution 或者是group 或者user这样的一些information的 所以我们就会做一些 基于一些heuristic 去做这样的一些事 所以回到这个问题本身 我们提供的是一个 非常像HDFS那样的一个 authentication authorization 对 然后底层的话 它我们do our best 来把它底层的这个physical storage 里面的security model map进来 我刚才已经回答过了这个问题 然后对这里其实就是一个一个案例 是在我们在默默这家 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一个公司 他们有一个whide paper 介绍他们怎么去使用Pytorch 再去和aluxio 然后这块和sev 这块加一起 他们一共存储了两个billion的small files 然后怎么样通过这个来 accelerate他们的training 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那个底下那个 对然后这是我的最后一个slide 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提问 谢谢今天的介绍 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我可以 我请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 就是这个技术本身 它有点近似 Redis这个catch这一层 那 当然通常 读当然这样子有好处 那写呢 写的话会经过 这个layer吗 你可以选择经过 也可以选择不经过 而且可以选择一种方式 叫做我先写到aluxio这一层 然后由aluxio 帮我把这一层给数据给 然后写完了以后就返回来 然后我们再把你 写入aluxio的数据 呃write back到这个physical storage里面去 就是不同的write mode 对啊 因为其实我在想说 redis后来也发展成 它可以帮忙write 就是 在早期s3还没有eventually consistency 之前就好像是一个很好的结法 而且很多时候其实写s是会比较慢的 很多一些临时的一些数据 呃比如说在一些临时的一些pipeline当中 在你有一个比较复杂的 data pipeline 然后中间那些结果的话 你呃我知道其实有的时候它为了 因为咱们在在云端其实可能没有其他的好的方式 然后第二个问题比较偏向是 刚刚有提到collocation这个动作 那可是我们也知道说 spark会用很多memory 那collocation会不会造成说 how will sound the requirement memory的 requirement会变高 啊good question 我其实呃会这么推荐 我会推荐不要用enluxo来管理内存 而是 来管理ssd 这样的话就把内存留给像spark 或者presdo ok 嗯那个chapbrom里面有有其他问题 可以看一下 好的下一个问题是 so the user in kubernetes with s3 virtual layer is not directly manageable 呃 virtual layer 这个我不是特别的明白这样的一个这个这个这个问题 with s3 virtual layer 对我不是特别明白这个问题 这可能或者是可能是针对我刚才的answer的一个 呃 is the user 呃 如果是说你在kubernetes里面的话 如果你的呃 就是就是有几个就是你的用户 你你去consume这个data的时候 我们认为你是哪一个用户 对吧 这是这个是一个啊 呃以及是你去拿这个数据的时候 我们用什么用户权限去拿 这是两个事儿 呃 我不知道我这个说的跟这个相不相关 我就稍微补充一下 你用户进来 你的一个user是使用这个 aluxio去拿这个数据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我们的client里面 会去看一下 比如说你run这个spark job的时候 operating system认为 你这个spark job是用户是谁 是谁的launch的啊 然后我们然后把这个传 我们会把这个传下去 所以做authorization的时候 就是会根据这个来来来来来检查 然后同时呢我们自己的呃 你设置我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权限去访问S3的话 这个其实是有呃 呃你启动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credential 呃你比如说用S3的connect connect key 或者是这样一些呃credential你要设置好 能保证你能够有读的权限或者读写的权限 在这个S3里面 就我其实不知道我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呀因为呃 那个描述可能要要比较确认一下它是authentication的部分 因为我只看到fully manageable 嗯ok哦 the chat里面还有新的问题 我看一下 chat里面有两个 一个是 一个是 NFS Prosy 对 也是 Jason 阳呃 Alexio完全可以玩是否可以完全替代NFS Prosyx作为单一的稳定系统接口 会不会有system cost 是不支持的 我们对Prosyx呢 这一块不是一个完全支持 因为我们这个系统本身呢 是model的afterHDFS 如果大家对HDFS比较了解的话就知道 它是为了你有比较 data intensive这些workload设计的 它并不是为了比如说一些legacy的一些比如说database啊 这样一些workload设计的 你说我一个文件 呃这个文件里面我要反复的修改这个文件当中的某一处 或者是某几处的这个地方 这是传统的database这样的一些workload会经常会用到的 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们就完全不支持使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修改文件 啊 所以所以所以就是说我们并不会我我我会把这个摘的比较清楚啊 就针对像spark hive presto trino这样一套新的这种data intensive的一个比如说 SQL distribute SQL analytics query 以及是像一些training 只读的这些readown的这项training workloads 我们是专门我们是更适合这样的一些workload 下一个问题是朱灵宇啊已经提到的eA的案例里面 是不是aluxo新版本已经支持worker的弹性扩缩 弹性呃 worker本身弹性扩容缩容是不支持但是呃我们还没有支持 但是aluxo有个好处是说你这个数据如果是说没有一个dirty data的话就是你的用户没有只是从比如说s3里面去读这个数据的话 你把这个一个workeraluxo worker给kill掉和你把这个worker又加了三个啊这个效果来说对用户来说是没有感知的 因为你kill掉的话in the worst case也就是下次他用户再用这个数据的话aluxo会从s3里面去拉这个数据 就是如果是你这个worker被kill掉里面的有数据被从aluxo里面给就去除掉了对这是一个worst case对吧 所以你就不需要去担心我这个用户这块有没有什么行为的behavior的改变versus 如果是你在hdfs里面如果kill掉三个三个节点的话你是不是要考虑就是有数据就会丢了 因为在我们这里的话我们不提供一个persistent storage这样的一个服务 就不是我们不是我们呃不是我们目标场景 下一个是在Q&A里面通常部署时候presto部署在同一个环境来还是可以分开来哪一种做法会比较好 而这个问题非常好呃我感觉是其实我们见到的两种都有啊呃有的时候是会presto会跟aluxo部署在一起 在同一同一批机器上吧呃也有是把这个单独的做开做成一个呃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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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yer 然后不同的比如说像presto啊或者是呃就是从单纯从运维或者是从这个效果来上面来说的话 从性能效果上来说的话你把它部署在同一批机器上的话效果会更好啊 呃但是这样那样子的话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呃你如果的这个你不想有一个one to one这样的一个对比的话 这样的一个比例的话呃你可能就很多时候是一个弹性的就是说我其实加了10个presto的worker我才想加一个aluxo这样的一个worker这样的一个容量 对那样子的话就是可能就是单独吧就是你你有这样的一个呃ten to one或者是就是不是一个one to永远是有并不是永远存在一个one to one的这样一个比例的情况底下的话可能会把它放在不同的一个tier会更好就是不要跟他完全放在一起部署呃 那么下一个问题是请问一下数据权限管理会是做在aluxo这层还是后面的数据库呢我们做在我们这一层呃我都会有了呃权限管理我们这层也会有我们有这个name space的这个呃federation同时也会有这个 authentication就是做在我们这层也有但是我们去拿这个数据的时候我们也 也会被下一层的这个底层存储去去去去authenticate 或者authenticate authenticate ok it's great 呃谢谢各位 对啊 其实我觉得大家好像对authentication 的部分还有authentication蛮要求的 会会会比较重要对因为特别是对企业来说的话能够保证数据不会被误用或者是被误删啊这种这种很重要的 但我刚刚刚听到的是嗯比较偏 seeing authentication 就是跟 provides 作为 Kerboard 或者是嗯 are 其他但是但是nautalization 有有跟Ranger整吗 哦有Rangers有 我们有跟Rangers的这样一个整合 所以可以透过 Nova 就来做5Grain的控制,对,对,OK, Great,All right, back to you,OK,OK, Thanks,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 我这边可以先结束,因为我们这块也是晚上了, 但是虽然最后天还是很亮, 看起来好像还白天的感觉,对对对, 现在是下午的,呃,晚上到7点, 这个时间,如果我们后面还有问题的话,欢迎大家可以上我们的slack channel, 我们去回答或者是follow我们的twitter handle,或者是linking handle, 我们会尽力回答大家的社区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Oh,one,one second,Vin. I saw a couple of questions on the chat channel, did you address those? Yes, already. Just in case. Yes,yes, already. Yeah,the those those two questions in each room is already answered, yeah. OK,cool. And the the Q&A section is also,yeah, answered. Cool,awesome,thank you. Thank you. 好的,那今天就先到这里,然后非常感谢,还是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跨时区的,呃,跟我们做这样一个交流,我也是非常的高兴,希望以后下一次有机会啊,直接到台湾可以亲自跟大家一起去就是现场交流。 因为这一次也算是比较,比较临时或者是比较紧急一点就是,呃,想说了解一下大家有没有这方面需求,不,先给一些必备,就是我听到好像台湾这边也开始有一些,企业有在考虑要使用。 对,就是我们其实会有很多啦,就不只是在我们TN里面还有,呃,好几个像Pressler Commuter啊,然后整个Ecosystem这一块,是有挺多的,呃,因为我刚刚才从Spark Summit,就是现在Data and AI Summit。 对,他们,他们这几天吧,我昨天还在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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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整个这个Space其实的进展是非常的快,很快,非常多的新东西在在出来,然后现在很多,最新的很多,比如说, 跟像Delta Lake啊,或者Iceberg啊,Hoodie啊,然后其实呃,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争论啊,什么,其实都挺有意思的,啊,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多做多做一些交流。 对,我们原则上平常以往都是大概九月份,我们会有年会,那今年可能筹备的有点晚。 到到时候再看,看那个疫情的状况。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Jazz。 我想,我想应该如果说到时候,因为我今年应该还是会是线上,所以可能也不一定,就是要一定要实体过啊,就是到时候有机会再邀请您这边。 好的。 好的。 好的,谢谢。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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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